今天呢 咱们做个有意思的视频啊 估计同行们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得到 那就是整个频道的盈利呢 被停 我查了一下啊 就做这方面视频的人呢 很少 那因为盈利被停了嘛 还做个毛的视频啊 是吧 那另外是有一些教别人做频道的频道了 可能会稍微聊一聊 但是呢 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做的都很一般啊 他们只是根据YouTube给出的各种条例呢 稍微发散了一下 就说到底 他们其实也不懂 咱虽然不是做这个类别的 但是呢 经历的也不少 那搞不好呢 懂得比他们还多一些啊 在录视频的这一刻呢 我频道的盈利呢 还没有恢复 那油管中文圈里啊 频道能做到我这个程度 然后突然之间被封盈利 盈利呢 还能被封这么长时间的呢 应该很少啊 所谓这个酒病成医啊 那最近呢 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了一下这个事 有那么点不成体系的理解 加上我手头的事呢 又忙完了 所以呢 就跟大家来吹一吹 还有一个重点啊 就要是观众朋友里呢 有在这个YouTube或者Google内部的 能帮我传达下信息 或者说给我个内部的联系方式的 那就是对我的帮助很大了啊 那我的联系方式呢 就在我的描述栏里啊 好 咱们呢 还是来说一下这个封盈利的事 那最近一段时间里呢 有不少YouTuber都被封了盈利啊 大V呢 有好几个 但是我估计 还有更多的没有办法 为自己发声的小的YouTuber呢 那肯定也面对了类似的问题 在我之前被封盈利的大V 应该是XG吧 特别搞笑啊 就我看到XG被封了之后呢 我还专门去跟他装了个逼啊 因为我以为呢 他被封盈利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所以就跑去建议跟他说 后面可以用我在用的这个软件嘛 那结果没几天我就被封了啊 我被封的那两天呢 我特别的忙 应该是20号还是21号早上被封的 那晚上我到酒店呢 才发现 那我就不截图了 就先麻烦 那理由呢 大概就是频道里呢 有重复使用的内容 以及引用他人的内容 但是呢 没有增加什么显著的价值 我刚看到这个指控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不扯单吗 那我写文案之前 肯定是要参考其他资料的 但是内容呢 都是我自己写的 那很多做见证视频的啊 都是朗读什么知乎啊 或者公众号的文章 他们活得都好好的 那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吗 那至于说我的视频里的图片什么的呢 要么是软件自带的 要么呢 是付费网站上下的 只有少数的呢 是网上直接拿的啊 还有一些时候呢 会有一些新闻的截图 但是呢 我觉得那个都是属于在合理引用范围之内的 那如果说这个都不行呢 这频道就没法做了 是吧 所以呢 我自我审查了一下 觉得肯定没问题 那然后呢 我就根据YouTube的要求呢 做了个申诉视频 讲我是怎么做视频的 那视频放上去之后呢 查记还联系了我 就给我看了一下 一个申诉成功的案例 那我对比了一下呢 觉得我做的嘛 也还可以啊 做完之后嘛 我就想着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盈利了 因为YouTube给的这个审核时间呢 是最多14天啊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人 都是十几个小时就有结果了 那我就等了 那结果一天没结果 两天没结果 一个礼拜还是没结果 那到现在已经10天了 那我心里肯定就有点着急嘛 那就去网上做了一些搜索 搜完了之后呢 我就感觉哎呀 我可能麻烦大了 那不少人呢 都有类似的问题 一旦申诉没有在短时间内通过的 那后面呢 可能就要经过非常漫长的等待 开始做比较仔细的搜索嘛 那看了不少遇到类似问题的YouTuber 那也看了不少解封成功的经验 我就开始意识到 我在前面的这个申诉过程中呢 可能犯了错 因为我呢 是根据YouTube对我的一些指控 做了一个申诉视频 那当然申诉视频的流程 也是照着YouTube给我的流程 但实际上呢 有很大的可能啊 就YouTube他给出的理由呢 并不是他们真正认为的理由 但是他们不给出实际理由呢 应该是有现实原因的 我先说说 就我认为我被封的最大可能的理由 就YouTube的审核AI呢 认为呢 我是个AI 那在YouTube发来的邮件里呢 说是审核频道啊 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判定程序 判定了我这个频道呢 有问题 我猜呢 应该不是 大概率呢 就是全自动封号 那之所以在邮件里强调 有人工审核呢 是为了减少创作者的抵触心理 2020年的时候呢 YouTube就已经引入了这个AI审核 而且规模搞得很大啊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新冠疫情刚开始的那会儿 YouTube上的这个创作者啊 愿身在道 当时呢 只要你的视频里提到了新冠 那就一定是被谎调 那其实呢 就是因为新冠这个东西啊 它很新 AI呢 它还没学明白 所以呢 它就没有办法判断 视频里有关新冠的内容 是不是合理 那为了防止广告 被投放在不好的内容上呢 所以就干脆啊 就把所有有关新冠的视频啊 都谎调 然而不仅仅是新冠了 那各方面的审核呢 在2020年之后 都变得更加的严格 说穿了呢 AI就是宁杀错不放过 那这样的算法呢 就导致了大量的 可能没有问题的视频被谎调 那但是YouTube呢 还是推进了全面的AI审查 在实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YouTube在2020年的 第二个季度吧 就裁撤了大量的审核人员 就实行了近乎百分之百的AI审核 第二季度的黄标啊 还有被吓吓的视频呢 就比第一季度呢 增加了一倍 就导致很多YouTuber 在当年就退出了YouTube嘛 像见证圈呢 其实还好 那做视频的成本呢 很低 但是有些慢工出细活的YouTuber啊 做了几个礼拜的视频啊 终于出来一个 就是黄标是吧 那心态呢 就很容易崩了 YouTube自己呢 也知道AI审核搞的有点过了 那到了第三季度呢 又开始重新招这个人工审核 但是AI审核呢 肯定是没有丢的 而且一直在优化 到了如今呢 那大部分视频啊 都是AI审核了 那最近一年多吧 那我的视频发上去之后呢 基本上就是绿标 就不存在前几年抽查 那就是那个视频呢 放上去之后呢 要等一个人工审核 把这个视频看一遍 然后呢 才知道能不能盈利啊 那YouTube这个做法 它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是合理的 那人家开公司呢 他要赚钱嘛 要故意帮真人审核 那是要花钱的 那AI的话 只要做出来了 那一个小部门 进行日常维护就行了 那从投入和收益比上来看呢 肯定是AI更划算吧 那那些被误黄标 或者被误封盈利的YouTube 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良败 只要用AI省下来的钱呢 比用AI给这个YouTuber 造成的损失要小 那用AI就是成功的嘛 那为啥我会被封呢 那我觉得就是 最近AI的审核的算法 更新了 我就观察了一下 就大部分最近一段时间 被封的YouTuber呢 基本都是不露脸的 很可能啊 是YouTube的AI呢 认为我们是AI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肯定知道什么最火啊 就人工智能嘛 就你可以跟人工智能 说一个主题 让他给你写一篇 有鼻子有眼的文章 然后呢 你拿着这些文章 再让人工智能呢 去生成一个视频 全过程的一分钟都不到 就可以解决了 那目前呢 因为Sora还没有普及嘛 那所以这些人工智能的视频的特点呢 就是没有办法在镜头前面露脸 我猜测啊 AI呢 就是根据这个特征判断呢 我不是个人的 这个说AI是不是有点弱智啊 那在我看来呢 确实弱智 但是呢 对于绝大部分的YouTuber来说吧 他们都是露脸的 或者有实景的 那所以AI的这点弱智呢 它就影响不到大部分的YouTuber 还是那句话嘛 就是还是成本和收益 那用AI审核呢 虽然有误伤 但是YouTube呢 是赚的 我觉得我之前做视频的形式呢 是一个让我很舒服的形式 我觉得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那我的问题呢 是我相信了YouTube审核给我的理由 那也就是重复内容和引用他人的内容 那因为我相信这些理由嘛 所以在做申诉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着重的反驳了这些指控 但是呢 我还是用了我原来做视频的方法 去做那个申诉视频 这就完蛋了呀 那所谓的这个申诉审核 我觉得啊 就大概率还是机器人 他用的呢 还是那套逻辑 那我估计呢 这也就是插机被秒剧的原因 那他跟我一样啊 就没有去着重证明我们是个人 那为什么YouTube 他没有跟我们讲清楚原因呢 那还是因为AI的缺陷 AI呢 现在还是太笨了 那如果让大家知道了算法 那那些用AI生成视频的人 他就很容易规避了 这跟说这个视频有色情暴力 所以被封不同 那大家看啊 那些标准呢 他可以明讲 那你有什么 我就封你什么是吧 那大家呢就不做嘛 但是如果你告诉大家说 你没有什么 我可能就会封你 那那完了 那大家就加一个就好了嘛 那要是YouTube告诉你啊 因为在你的频道里 我没看到你的脸 所以呢 你就被封了 那大家就加个脸进去嘛 因为这些原因呢 就造成了YouTube的审核啊 就一直被诟病 YouTube的审核呢 在我看来啊 就甚至比中国的审核 要更加的虚幻一点 中国呢 它是审核很严 但是你大概率知道啊 什么能碰 什么都不能碰 对吧 那你比如说 你如果让我现在去中国发视频 我觉得呢 我现在大概率啊 能保住账号 只懒得弄啊 顺便说一下 就B站抖音什么的啊 就上面的账号呢 都不是我的 也没有我的授权 我现在呢 是没心情跟他们搞啊 就等有空再说 大家呢 要是没事啊 可以过去举报一波 AI呢 是我认为的 大概率的这个盈利被锁的原因 那还有小概率的原因呢 是频道被举报的太多了 我猜了啊 那具体被举报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那因为我的频道呢 属于两头不讨好 那粉红呢 和反对都不喜欢 从数据上看呢 对我频道不满意的观众比例啊 就很高 这个反而呢 会比那些比较极端一些的频道啊 差很多 因为他们频道的观众纯度啊 非常高 那观众评论呢 都是非常积极的 点赞率呢 也很高 那我觉得倒算和举报呢 可能会导致人工审核的介入 或者起码 AI审核的强度会加大 那你想我最近几期的视频啊 都是什么民进党啊 巴以冲突之类的 真的是被骂惨了 所以呢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人工审核来审我了 那人工审核和AI相比呢 肯定会更加人性化 但是呢 一定啊 也会带有更大的主观性 那这里面呢 就有可能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 那这种事情呢 就是我没办法把控的了 而且呢 也是我不想做什么改变的地方 那如果是视频形式上不符合要求呢 那我可以改是吧 价值观的话呢 我就不想改了 那我做视频做到这么多的观众 那偶然性呢 是比较大的 我本来做视频的初衷 也就是为了开心嘛 如果搞到后面说是为了保住账号 做很多违新的事情 那就没意思了 当然我认为这个原因的概率很小啊 就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是AI误了我 那AI审核呢 迟早会更新的 只是呢 现在把我给坑了 那目前的情况呢 就比较麻烦啊 就一个呢 是拖着不给我结果 那如果后面人工审核介入 那结果出来还是被拒的话 那三个月内呢 是不能申请的 而且呢 就不能保证三个月后的算法更新了 那除非说我把这个所有的视频都删了 那对我来说呢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我现在打算是呢 一个呢 是问观众朋友里 也没啥大牛啊 就能帮我联系到YouTube的这个省核部门之类的 我真的是个人 是吧 视频也是我自己做的 另外呢 就我以前吹了很多牛啊 就说我这个YouTube上的收入呢 不是主要收入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咬牙 把这个笔给装足了 是吧 没钱就没钱 视频还是会照做的 其实呢 这个说实话 就算YouTube给我广告费啊 那我还是能自己接点广告的嘛 就比如说 大家要是赏眼的话呢 可以用用我置顶里的机场 那或者呢 用富途啊 去美国赚点美金救国 只要YouTube不给我现流量就行了 那另外说下这个上期视频的事 那上期视频呢 就是放上去之后啊 前十几分钟嘛 就流量只有平时的十分之一不到 那我当时正好在跟那个大葱聊天 就是那个大葱聊电影啊 他有订阅我 那还点了小铃铛 当时呢 他就开了一下他的YouTube 首页上呢 我通知他这个我新视频发布 然后一般订阅了的话 就有这个新视频发布的话 那频道右边不是就会有个小蓝点吗 他呢 也看不到我那个小蓝点 我当时整个人就麻了呀 这怎么办人家把我往死里整啊 然后呢 我就联系了这个YouTube的客服 跟这个客服扯了会儿蛋 那客服后来说 哎呀 我的这个频道流量没有被限制 一切正常让我放心 那他也让我这个把这个视频 就重新list回去嘛 那然后呢 流量果然就恢复了 那算是虚惊一场吧 就还没有彻底把我干死 这事呢 我真的不是碰瓷YouTube吧 就这个 虽然说这个YouTube老是恶心我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还是觉得YouTube是个不错的平台 那世界范围内看的呢 只有YouTube能给我这个平台 那是平台呢 成就了我 不是说我也多牛 那我在B站上呢 是肯定搞不起来的嘛 那流量会被限 去P站上的话呢 实力又不够 而我现在正在锻炼身体啊 争取能去P站吗 那或者 看有没有这个什么观众愿意合作的 就你在镜头前面表演 我在后面朗诚文案 见证加黄色 大家看觉得有没有稿图啊 我想了一下呢 这个YouTube这波封我啊 就有可能也是在点我是吧 那如果我能替YouTube多赚点钱 他们说不定呢 就不封我了 那就像这个Mr.Beast一样 就难不成这个YouTube还敢封他吗 是吧 那我这个更新频率呢 确实是有点低啊 就一般见证频道呢 都是日根 那有的呢 还是一日数根是吧 再次一点的呢 也是一周多根啊 那我经常是两周一根啊 那确实是有点太懒了啊 所以假如 我这个沈和爸爸放我出来了啊 那我就要增加更新的频率 我还要开会员是吧 为我们这个公司多赚钱 另外呢 我本来确实是有打算啊 就是换一换拍摄风格 人呢 他总是喜欢做 喜欢做的事情 就久了之后呢 就一直会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那我最近呢 就正在学习视频拍摄 还有剪辑 嗯 可能再学一段时间吧 就等适当的时候呢 我会对频道做出一些改变 那如果盈利问题 暂时不能解决的话呢 我会先把更新频率放慢一些 正好呢 多花点时间 学一些新东西 我觉得一个频道的流量呢 永远不是因为 这个频道有多少订阅 归根结底呢 还是频道内容的质量 嗯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挺适合我重新打磨打磨自己的视频啊 嗯 行了 就先说到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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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